我们结婚也两年多了 今天你可能就要离开我了 我知道我一再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两个结婚已经两年了 我呢是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然后双方父母呢也一直在催这个事 但是我们夫妻人 夫妻两个人赏亮就是 怎么跟他赏亮也赏亮不通 您想要孩子您不想要 今天为要孩子来的 是这意思吧 其实也不是为要孩子来的 因为现在她说是想要孩子 但是她现在挣的也少 也不求上见 家务家务不做 然后最近还经常不回家 我们俩的婚姻现在都继续不下去了 还谈什么要孩子呢 这俩人分歧还挺大的 咱慢慢说 你们谈了几年恋爱结的婚啊 一年 结婚结的顺利吗 好吗 开心吗 挺顺利 挺开心的 那就说情感还挺好的是吧 那怎么到现在为止 过的这日子 又过的婚姻都继续不下去了呢 因为她不像结婚之前说的那样了 结婚之前说的特别好 那时候我也顶着压力 家里也不太同意 为啥不同意啊 条件不好 哦 就是穷妹 是这意思吗 结婚的时候就基本就是裸婚 没房没车没钻戒就结婚了 然后那个时候她跟我说的特别好 而且她这个人特别善良 我也看中她这个人的人品 然后跟我说的也特别好 她说结婚以后咱们还年轻 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什么都会有 我也信了 但是结婚以后她不是这样 我觉得她就好吃懒做 哦 等等啊 您等于是裸婚嫁给她的是吗 对 什么都没有 就有一份爱情是吗 那说明这爱很真挚是吧 所以家里还是不同意的 对还是不对 你家里是不同意的 对 之前确实是不同意的 后来裸婚的时候家里同意了吗 那我一直坚持嘛 就 反正家里迫于你的压力 也就同意了 可是婚后却变了 你发现她是个懒惰的人 是这意思吗 对 她不是婚前说的那样 她也不奋斗啊 咋回事啊 媳妇骗到手了 并不是 其实我是中专学历毕业 我没有所谓的文凭学历 技术方面呢 也只是说一些屁毛 我想办法能给这个家创造更多条件 但是真的是就在这儿 能力就在这儿 学啊 她就总是找借口 就是我俩结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度蜜月 因为也是条件不好嘛 然后有一次我就看见这个云南双飞 五日游 三千多块钱一个人 我当时就觉得也不算太贵 我们俩就一起去玩一趟吧 就当度蜜月了 但最后还是因为说钱的问题吧 最后也没去 没去其实我就心里就挺不痛快的 我就觉得就是赚得少 就是挣得少 我就会把这个问题无限地放大 但确实也是这个根源 不是 当时你选择她 也并不是因为看中她的钱啊 不就爱这个人吗 她那个时候不就这样吗 但是她说的努力在哪儿呢 越赚越多在哪儿呢 都没有啊 努力是她的一个态度 越赚越多是一个客观现实 咱们不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 你努力了吗 兄弟 努力了 但是你现在承认你不行 能是这意思吗 呃 也 也行 也行呢 你被挣去啊 呃 就是 我业余时间比较多 因为我们工作是 相对来说 就比较清闲的 业余时间多 我业余时间就是 会做一些小的兼职 或者说包一些小的临工 所以你业余时间还要兼职打工是吧 对 挺上进啊 没有 你说说你都打什么工了呢 就是我去送过卖卖 对 是去送了 我承认 多棒啊 那时候挺冷的 让她去了 我挺心疼她 嗯 又买的棉手套 又买的护膝 但是买完就不去了呀 为啥 就挣的那个钱 还不如我给她买的东西的钱 为啥呀 因为冷 然后也做过别的 然后也去那个工厂里边包那个卖工货 我那时候拜天在上班 晚上去包货 那次是干了两个多月 也是挣到钱了 对 就那一次 这认识这么久 包括结婚两年 我承认就那一次她挣到钱了 而且也努力了 付出辛苦了 其他的呢 都没坚持下来是这意思吗 对 没有坚持下来 我认为是这样 你说你不挣钱也就算了 我觉得她也没有在这个家务上面帮我 因为你说你比较闲 你回家之后你多做一些家务 我心里也高兴是吧 但是我工作比较忙 然后下班之后 又得做饭 又得收拾家务 她就在那玩手机 看电视 待着也不做 这你就不对了 我其实也不是一点也不做 就是会帮一点小忙 然后就是中的体力活 一定是不会让她干的 一定是我干的 不是家里也没什么重体力啊 家里有啥重体力啊 现在是吧 现在是 对吧 你现在家里有什么重体力 咱们自己想想就知道嘛 她就是懒 然后我也给她想过办法 就是她可能想不到怎么去赚钱 然后我朋友恰好 就是她一个转手 一个爆米花机 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吧 补贴家用 一天卖一二百颗钱应该是够用 而且没什么技术含量 然后我就是软磨硬泡的 低价收购过来了 我就怎么让她去我们那个租房子的小区门口去卖爆米花 就去了一天 第二天就不去了 为啥 那咱们租房的那个院 那不全是我公友吗 那我年纪轻轻的 本爆米花 而且以后再板上也太不起头了呀 好面子 就是各种的理由 就是不去赚钱 然后我也就挺生气 但是自这次之后 可能我也是总跟她唠叨吧 她就不经常回家了 就是总说自己加班 你不回家干嘛去了呀 其实也不是说不回家 谁不想回家呀 家暖暖和暖的多好啊 哎呀 真会可怜的 但是一到家 就是这些鸡毛酸皮锁事就唠叨我 太烦了 真的是太烦了 所以你在外面找到了温暖了 没有 那你干嘛呢在外头 就是不想回家 不想回家干嘛呢 他们单位有宿舍 在宿舍里打游戏是吗 他不告诉我 他就说是加班 那你到底干嘛 你今天把实话说你在干嘛呀 就是在单位待着宿舍里边 那你出去兼职去 接着送外卖也挺好的呀 这个兼职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 都能兼的 都是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 而且我不是说随时都能去做这个兼职 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你核心你烦在哪了 是烦妻子的唠叨还是烦什么 首先我俩的矛盾 我知道根源在哪 根源就是说我真的想对来说少一点 但是我没办法一时间就是牛转这个东西 所以说也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 也是因为他一直在反我 就是都加一起就比较 这不是一世之间了 就已经结婚两年了 不是两年其实对于人生来说还是比较短的 你太着急了吧也 是可能我有一些心急 然后就这件事之后 他就不经常回家 然后有一次我生病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下班早点回来 还是没回来 到十一点多才回来的 我就挺心灰意冷的 就是跟他大吵一架 特别生气 你干啥去了 那次是真加班 平常都是假的 妻子病的那次是真的 你看你生活多弄人的 那有一次我就去他们单位 我就去赌他了 我就不信 我觉得他是骗我的 他没有那么忙 我知道他的工作其实挺闲的 那他跟我说总加班 那我就去看看吧 是不是真的加班 我就去了 到单位之后 他就是没在单位 那我就想他能去哪呢 然后我就一看 他可能去网吧了 因为附近就有个网吧 我一进去 果不其然 他就是玩游戏呢 当时我特别生气 我就把他随身携带的电弓包 直接我就让垃圾桶了 我就觉得 这日子就也不用过了 还有啥意思啊 但是后来他确实也跟我道歉了 一直跟我说软话 说以后啥都挺我的 那我就想 也不容易是吧 结了婚了 就好好过呗 我就还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就原谅他了 然后正巧赶上 我们的商贸公司招业务 我觉得是个挺好的锻炼的机会 他也能学学做人 也能学学说 一些灵活处事啊 也能挣得多一点 然后他也答应我了 回家我就跟他说了 他就答应我了 我特别高兴 但是两天之后面试 放我鸽子了 不去了 为啥啊 这个不去了 我想了挺长时间的 因为我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我是做电工的 我只会 这个 这种技术方面的活 然后这个小时候 我是一窍不同 我怕我做不好 给你丢了这个脸 第二呢 因为咱俩平时在家 就是一直吵 如果咱俩在一个单位上班呢 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在一起 我会觉得更加的烦 哦 我问你为什么 可能你没理解 我并不问你 为什么没去 我更想知道是 为什么你不去 不跟妻子说明原因 不跟他商量 为啥 你不是都答应他了吗 是就是 为什么你答应人家了 你不去 还不告知人家一生呢 怕他 不敢说 所以先硬撑下来 然后放鸽子 什么原因 这个我当时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想 再答应他了 你是特害怕他吗 他可能是太烦我了 但是他这样做更不对 还不像告诉我呢 是是是是 你是害怕他吗 对 你是害怕他 还是害怕失去他 都怕 不是烦啊 是怕失去你啊 很有地位啊 在这个家 所以他现在提出 这个生娃这件事 你觉得就是个 天方夜谭了吧 对啊 现在婚姻都很艰难 他真的是在我们同龄人 不说同龄人吧 就我认识的男的里面 是挣得最少的 后悔不 后悔 有点后悔 他认识的圈 跟我认识的圈 不太一样 我们值班室 是好几个人 挣得全部 就是我这么多 你怎么不跟 那好的比比呢 为啥就总是 跟那个 真的小的比比 那你当初为什么 看上这么一个 穷小子了 他当初跟我说的 特别好 他说他会努力赚钱的 我们还年轻 我觉得跟你说没关系 他是不是对你也挺好的 说实话 当初确实是 不对我好 我也不能跟他在一起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说 其实如果他还像婚前那样 一直一如既往的 对你那么好着 其实这个收入 也不是特别关键的一件事 但是也有关系 因为这个谈恋爱吧 可能就是两人没在一起 打火过日子 他这个钱 没有那么明显 你说花光了 越越光 也就无所谓 越光足 但结婚之后 特别多的事 不是光说 咱们出去吃顿饭呢 或者是怎么样 买件衣服这样 那很多 比如说人际关系啊 为人处事啊 或者家里面有什么事啊 需要随礼啊 各种事情 这个花销就不一样了 你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不叫看错人了啊 就是当时你在谈恋爱 或者想嫁给他的时候 只是因为这个人好 而婚后你发现 仅仅人好不够 还需要有能力 对 就是他是个好人 但是他是一个 没能力的好人 在你眼里 是不是这意思 现在看来 真的是没有能力 哦 那可咋办呢 我让他努力啊 我怎么说 怎么做 就是给他想尽办法 他都不努力赚钱 不是 可是我知道在生活里面 有些人就是这样 每个人好像有自己的定位 就跟在球场上一样 有一些角色球员 就是他就负责抢蓝板 他抢蓝板抢得特别好 你让他打前锋 他就打不好 他不是全能的 有些人可能在生活里 就是这样 比如他可能自己就认定 你就是一个 本本分分的电工 是这意思吧 偶尔出去弄弄兼职 你还行 让你改其他的 你也改不了了 你是不是就自己 这么认为的 你告诉我 其实也 好像是改变 但是 但是没有 那不就我说这个吗 就是你自己 给你自己 已经临风到这儿了 是吧 那你咋整啊 我希望他能不怕苦 不怕累 不怕丢面子 我的天哪 这个话感觉说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挣钱 你知道吗 就别那么多 外在因素影响他 就是努努力 奋斗一下 咱们试试 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 其实我把它置换一下 就是你表象听起来 是跟钱有关的 实际可能 女生希望 未来的生活 能是一种更幸福的 高质量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自己的现状 是这样吧 对 男生是觉得 怎么着 你妻子制定的目标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所以现在困扰你的 是生娃是吧 想当爹了 想 人家不给你生是吧 嗯 咋办呀 这次发现忽悠不管用了 因为忽悠过一次 裸婚裸进家了嘛 这次还忽悠还管用吗 不管用 好像两个人对 其实现在的生活 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了 有爱情在 进入到婚姻了 妻子觉得面包不够 丈夫觉得 可能是不够 但是我真的不会 做这个面包 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温泉 要玫瑰还是要面包 如果一个人爱你 他一定会 一手拿着面包 一手拿着玫瑰 站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的不是 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我们要的是 看到你的实际行动 你哪怕十年 二十年之内 都没办法 满足 那个所谓的物质的心 但是我看到了 你为那个物质 而去奔得 努力的那个方向 和你的那个动力 还有你的那股劲儿 可是我在 陆先生身上没有看到这股劲儿 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能力 但不光是因为能力不足 可能还因为对于自己 没有那么多太多的上进心的要求 当初娶她回家的时候 就是那么一说 可能那个时候 你也确实有那个信念 在心里面给自己下了一个狠心 我要努力 我要赚钱 我要让她过上好日子 但是转了 娶进家门了 就忘了 我们真的应该用这样的生活态度 去面对生活吗 我们真的应该满足于现状吗 对于女生 我想说的是 我们每一个女人 对于婚姻和爱情 抱有的幻想和憧憬 都是非常美好的 可是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寄托 都寄托在结婚这件事上 去改变一个人 不可能的 结婚前她是什么样 结婚后她一定还是什么样 甚至比结婚前还要差 这就是现实 所以当那些女生说 哎呦结了婚就好了 结了婚她就能怎么怎么 太傻了 你可能错就错在 对于婚姻抱有太高的幻想 对于她抱有太多的期望 所以现在失望才会大 同样的 你对未来人生的规划是什么 跟你在一起的这个人 能做到吗 如果不能做到 你非要赶着劲地 把她往前赶 那势必就造成 今天的这样的局面了 把她逼出家门了 不愿意再回家了 但她做不到 你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我们不要轻飘飘地把爱情至上这四个字挂在嘴上 往往很多男人用这四个字 其实在躲避责任 如果你爱一个人 请你准备好玫瑰和面包 或者准备面包的决心 谢谢 好 谢谢刘娜老师 来 齐总 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一定要有一个必要的因素 就是希望 为什么这个女生要嫁给你 而明明你当时钱挣的也不多 是因为你给她描绘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希望 所以她才会以身相许 觉得你们在一起会幸福 那现在你不给这个希望 反而你又要增加一个负担 如果说你不去努力地让她满足第一个希望 任何所有的东西都是负担 包括孩子 孩子是什么 孩子是希望的结晶 孩子是另外一个希望 但是不好意思 你的妻子已经不相信你了 她倒不是认为说你一定今天挣三千 明天就要挣六千不是这样的 她是要看到你的意愿 你的能力可能是这样 她已经认了 因为当初就是这样的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意愿 没有这个动力去实现这个好的希望的话 别光说要孩子了 可能她都要和你分开了 你怕吃苦 还怕没面子 这面子重要还是理责重要 当你不想回家 的确不想听你老婆的刀了 但其实你是在逃避矛盾 你没有解决问题 你躺在宿舍里或者在网吧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幻想自己周围的人都是那样的 你看他们都活得不错 你也可以那么混着 是吧 但是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家庭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为你曾经的承诺你是要兑现的 兑现不了 对方就要离开你 孩子的问题放一放吧 先找找自己的问题 而老婆这边呢 其实你要给一个希望 事上她努力能够到的 如果太过于遥远 她就完全不会动了 所以你要把你的目标明确一点 能挣多少多一点是可以 不要一下做她不所能及的事 因为她的能力 其实你能了解就是那样 对不对 但是再加上努力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这种状况是不是你的希望 如果是 就给她一定的时间让她去改 如果说更高的希望达不到的话 那就跟她分开 我觉得你还像一个男人那样吧 别逃避问题 多跳出你那个圈子 去了解 多认识一下你老婆认识那个圈子 你就知道自己差在哪了 面子真不是那么重要的 苦是可以吃的 因为丢面子 吃苦换来的 都是你们的幸福 好不好 达到这个希望之后 再说孩子的事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白老师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懂你妻子 你妻子她之所以对你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满 不是来源于她对你能力地失去信心 也不是来源于什么 她说你懒 说你性格上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是她 在意识到你并没有那么爱她 因为爱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特别能够让人不麻烦神奇的力量 还能够让一个柔弱的女人突然间能够举起巨石来去拯救压在石头底下她的孩子 那你到底是更爱你的温度 更爱你的感受 更爱你的面子 还是你更爱她 你愿意为她来去吃苦耐劳 然后去提升你们的生活品质 还是把你们的生活就保持在连三千块钱的蜜月旅行都拿不出钱来 这个其实就不是在说虚不虚荣的问题了 我觉得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就已经生活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你还能够我就请好 可以吗 可以特别可以 那她不要是觉得不可以的话 你们两个是两口子 你到底是爱护你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你还是更爱她 我觉得她是感受你没那么爱她 所以她当时能够不要那些世俗的东西来跟你进入婚姻的那样的一种决绝 那样的一种对你的信任被辜负了 所以她才不愿意或者不敢跟你再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如果你的那个孩子说 我想去迪士尼玩 我想学钢琴 我想去溜冰 请问 你说 我觉得就在家里边看着太阳 然后坐着手指头 唱着歌都挺好 你好意思吗 所以 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真的认为取决于 她有没有多爱 我特别记得我在我13岁的时候 我们家住六楼没有电梯 我们家煤气罐没有煤气了 我自己扛着煤气下楼换了煤气罐 我都想象不到我是怎么给她弄到楼上去的 但是我当时就想我弄了我妈回来就不会费力气 我爸回来就不用再去换煤气 他们就能够省心一些 他们就能省力气一些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小伙子和这个姑娘我觉得孩子的事确实可以放一放 你们有那么相爱吗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附老师 哥们儿 有能力的都还在努力奋斗呢 你这没能力的你还挑挑拣拣啊 你说送外卖冷 但是你知道他现在心里有多冷 你说你要面子 养不起老婆是最大的没面子 上次录影的时候 幸福来敲门当中来了一个一条腿的外卖小哥 每天就跟铁拐李一样组着一根拐杖 用一只脚蹦蹦跳跳去送外卖 他最快的速度是47秒上八楼 人家这都能做你做不了 一个男人可以没太大能力 但你首先得有忍耐力 你可以暂时没有面子 但永远不要忘记你的自尊 你没有资格挑挑拽拽 除非你不结婚 你不拖累别人 你也没有资格说 你想现在要孩子 你先把自己养活嘛 你养活了自己再去谈为别人负责任嘛 你明白不明白 而至于你 如果说你认为一个男人能够亲心以赴 为这个家庭奉献 流汗 流泪 但就没那个能力 没关系 你多做做家务 我出去干活 我挣钱 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的生活 那你就继续下去 如果你觉得 这连我的生活底线都不够 趁现在没孩子赶紧离婚 这哥们能改的是一颗积极上上的心 但能力大概就止步于此 不要做任何唤醒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部分男人 大概只有5%到10%的男人是能挣钱的 其他的男人多半是在频繁的岗位上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你说呢 决定下来就毫不犹豫 不要再拖延就这样 好 谢谢托老师 我们所有老师所说的这个话 并不是说我们要求一切向前看 或者说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就是因为他能不能挣钱 那我们在这指导的 其实谈到的是一份责任 这个责任来自于一个家庭 当然就是家庭每一个成员 需要为这个家付出的东西 在你这个家里面 你需要付出的 说白了就是爱 那这种爱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和表达方式 对于有些人来说 可能就是除了爱之外 我去挣钱是一种表达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由于能力不足 那我在家里面默默地为家庭的琐事来付出 也是一种表达 所以我提醒大家 我们这儿没有说向前看 而我相信这位女士 你的妻子 也不是因为你不能挣钱 而发出这样的苦恼 而是因为你没有一个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所以我一直说 我说这个时代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 如果你想努力去奋进 你一定会挣到钱 因为有太多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 我从来不知道 送快递的小哥能挣那么多的钱吗 其实你采访他们就会发现 钱不少挣 对吧 送外卖的也不少挣 那你能不能去努力呢 这跟能力没有关系 我恰恰觉得这是一个生活态度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还挺关心他们 在这个箱子里面到底放的是什么 你这么一听 那个箱子里的物件就变得特别关键 在看箱子里记忆碎片的时候 我们先听听他们发自内心的告白吧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年 我的毛病确实挺多的 但是 我真的是想尽我所能 为这个家做出贡献 想让咱们家越来越好 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吧 咱们 我是想跟你好好过 好吧 我既然跟你结婚了 我也希望咱们能过一辈子 但我希望你不要挑三拣四 你得真的是得努力 我相信不可能通过努力 就一成不变 但是现在的你有点让我不相信 那你就看我行动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男生是希望女生再给一个机会 对吧 对 你这边的箱子里是女生放的记忆的东西 对吧 女生那边的箱子是男生放的爱的碎片 现在两位可以来打开这个箱子 看看彼此放的是什么 好吧 摆出来吧 好吗 不是 你怎么盘了一桶罐头 对 为什么是一桶罐头 因为它免疫力很差 就是平常很爱头疼脑热的不舒服 但是它每次一次这个炒罐头 就会好得很快 就会舒服很多 所以说每次 它头疼脑热的时候 我都会给它买这个 因为最近几次 就是比较吵得激烈 所以说最近它这次不舒服 我们也给它买 这个是给它补偿的 这个暗云你听得懂吗 你能够理解吗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罐头 但是在它的心里可能是一段爱的这个密码 或者信息是吧 你那是什么呀 巧克力 好奇怪 怎么还送巧克力呢 这个是 是我们刚刚谈恋爱的时候 我给它买的 这个巧克力早就已经过期了 就三四年了吧 但是这个是 迄今为止 它送我的唯一一个礼物 然后我一直就不舍得吃 一直留到现在 亲爱的 你是我的唯一 恋爱时候送的 女生一直没舍得吃 但是今天把它放到这口箱子里 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好了 你们拿着这个 你们爱的回忆 或者你们爱的碎片 回到门里去好好考虑一下 谢谢两个 来 请回 请关门 马上就一云重重了 特别是女生送给男生的这个礼物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可能两个意思 都有可能有 一个呢就是 是你的我还给你 不要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 希望提醒这个男孩子 不忘初心 当时你给我去 许下的这个承诺的时候 你的那个坚定 做一个提醒 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把这个送的一盒巧克力 就一直留着 而不吃 内在贫穷的人 但凡有一点甜腻的 有营养的东西 他都那么去保留着 不敢去享用 不敢轻易地去享用 所以这段爱情 就像他们的生活一样 都不太富有 我不知道这个男生 通过今天的节目 会做哪些改变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因为今天这个节目 女生就离开这个家 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希望他们能够 对这次人生的重启 做一个慎重的选择 我们来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一个送给你们 男生需要好好地加油 最后一个友情提示 在现在这种情感状态下 千万别有了娃 娃可以放后 好吗 谢谢主持 谢谢你们 谢谢 千辉 谢谢